你還要把你放 把你放 造勢網會上 蚯蠓作和語意表達畫面會說話 NCC卻為了可受議論的一字之差 對中天大動作開罰20萬元 我要請教NCC的事 那未來是不是有任何人 他只要覺得電視新聞報導的內容 跟他講的不一樣 那麼去向NCC檢舉 就一樣罰20萬 還是說只有立委 有這樣的待遇 我認為NCC在財罰的時候 他必須同時把他的財罰標準 講得非常清楚 那不然的話 民眾可能會好奇說 那你NCC是不是變成了 某一些特定政治人物的打手 在民進黨敗選後的敏感時機 創下為了非公益事件開罰首例 學者質疑難道是為了特定的 政治人物福音 但回歸畫面 明顯民眾開始散去 這樣的脈絡下再聽一次原因 對此本台聲明事實就是事實 NCC在沒有全盤了解事實的情況下 做出唯物認定令人遺憾 請世衛大眾評評理 在那種場合下說 哪句話比較合乎邏輯 本台尚未接到處分書 如有不符事實或違法處分 必依法提起訴願 維護媒體應有的尊嚴與權益 我覺得這個處罰看到真的讓人家覺得非常扯 為了一個字 尤其這又是跟一個立委相關 我覺得在11月24號之後 看來民進黨還是不知道自己輸在哪裡 你繼續這樣對媒體開罰 只會讓大家覺得 你是要前置媒體自由 還是前置大家的言論自由 是要殺雞儆猴 或是針對跟你立場不一樣媒體去開罰嗎 蘭偉質疑亂NCC的特別審查 就怕舉國媒體都將全數遭到開罰 當NCC戴上綠色眼鏡出手前置媒體 廣大閱聽人的眼見所及 就怕都得籠罩綠色陰影 這台北總共報導 握替了